温馨的5月即将到来 由于今年遇到防疫期间 无法举行大型活动 凤林证公所就因应中央的防疫政策 停办母亲节的大型活动 改由证公所秘书前往府上祝贺 并颁赠彩带及贬额 表扬模范妈妈以及婆媳精神 每一年的5月凤林证公所 都会为辛劳的母亲 在母亲节举办庆祝活动 但是今年度遇到防疫期间 因应中央防疫的政策 停止了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 改由凤林证公所秘书专程 前往府上祝贺 并且颁赠彩带以及匾额 来表扬模范母亲以及婆媳的警神 亲婆媳 包括那个模范母亲亲婆媳 我们在母亲节前夕 举办这个模范婆媳 跟模范母亲的这个表扬的时候 我们都会安排车队游街 希望说让全镇的人 大家一起来 为他们辛劳的婆婆妈妈们 一起来祝贺 但是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适合办理这种大型的室内的集会 所以那可是为了我们还是要彰显这些婆婆妈妈们 这他们的辛苦的一生 他们这阵子 他们这一年的辛劳 那所以我们就安排说 由我们公所亲自来制造他们的府上自证匾额 还有他们的彩带 还有当初我们在这边由专业摄影师拍摄的定装照 那希望说透过这个举动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公所对他们的感谢 以及彰显他们的尊容 每个彩带 那这些彩带 我们也是让他就直接制证给他们 然后他们可以永久放在家里面保存 作为一个纪念 让他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 他们有这么棒的一个妈妈 这么棒的婆婆 跟这么棒的媳妇 虽然在停止了相关大型庆祝活动的举办 不过凤临镇公所仍然是相当重视 模范母亲以及婆媳对于社会的贡献 凤临镇公所秘书徐志谦也说 虽然庆祝活动的停止举办 但是公所还是相当重视每一位妈妈对于子女的教育奉献 感谢他们多年来对家庭的付出 专程前往府上颁赠当选彩带以及匾额 来彰显母亲在家庭上的重要 记者林杰凤临镇采访报道